号称拳熊的烈海王 竟然被一个退役十年的三流拳击教练一拳打出鼻血 教练十分的愤怒 如果烈海王连他的拳头都看不清 那他肯定会被安德烈打死 教练希望烈海王退掉比赛 明天就坐飞机离开阿拉斯加 然而就在教练打算伸手去拿啤酒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掌竟然脱脚了 原来教练的出拳被烈海王看得一清二楚 但烈海王却并没有躲闪 因为烈海王只想和更强的对手打 并对自己的任性向教练表示道歉 见此教练也只好同意了烈海王参加比赛 很快到了比赛的日子 烈海王带好拳套向着擂台走去 可烈却感到十分的疑惑 他不明白拳击比赛为何要举办的如此复夸 将格斗转变为大众娱乐这种事情他无法理解 就连他的对手也是假装出十分愤怒的样子 即便是为了营造气氛 但这也太过复夸了 安德烈向烈海王踢出一脚 并扬言要在第一回合就将烈海王打倒 现场的观众瞬间沸腾 可烈海王却十分的无奈 对方明知道这一脚不会踢中却还是出了脚 而安德烈则表示 自己的个人表演时间已经结束 接下来他会使出全力将烈海王打倒 而教练对烈海王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求他别被安德烈打死 随着铃声响起比赛开始 安德烈以及其灵活的步伐 快速地向烈海王逼近 烈海王震惊了 他没想到安德烈在拥有巨大的体型下 还可以如此的灵活 这也让烈海王明白了 安德烈并不是只依靠体型战胜对手 可接下来烈海王的操作直接惊呆了众人 只见他来到擂台的角落蹲下 见此安德烈也停下了脚步 他没想到烈海王居然会主动 踏入拳台上最危险的位置 裁判连忙上前询问什么情况 可烈海王却表示 哪怕自己一拳不出也可以将安德烈打倒 听闻此话的安德烈让裁判滚远点 免得一挥见他一身血 这一刻安德烈内心无比的兴奋 只见他快速地向烈海王挥出一记刺拳 却没想到被烈海王蒙住了眼睛 眼前一片漆黑的安德烈顿慌乱 当他再次霸开拳套时 眼前已经没了烈海王的身影 可突然烈海王将全套贴在了他的下巴上 难以置信 烈海王仅用一击 就将全世界重量及拳王打倒 而这一切都在烈海王的意料之中 他只不过是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下华夏武术的实力吧 很快烈海王战胜安德烈的消息就轰动了整个迷惑 而烈海王也因为这一战获得了200万美金的报酬 并且凯撒还贴心地为烈海王准备了一个手提箱 对于自己应得的报酬烈海王自然是收下 但他却警告凯撒不要把他的臭靴子放在自己的前旁边 你不可以带带来 你带来放在你带的硕片里 你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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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想 你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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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给你带来带来带来 我用车 谢谢